嘻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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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叫A 大家好叫A 你們今天要做什麼 包裹開箱 好 那給我們看一下包裹吧 好醜 啊 你家看我什麼 好 這個包裹呢 已經來到台灣14天了 那我們把它放在 平常不會碰到的地方 已經居家簡易14天 那我們現在要來打開這個包裹 那如果大家對Buy & Ship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搜尋 或者是我改天會再拍一個影片 來介紹Buy & Ship代孕公司 那我們這個包裹是從梅西百貨買回來的 那我們現在因為小朋友快要畢業典禮了 需要白色禮服 那其實在台灣買聽說要2000多元以上 所以呢我們就在梅西百貨找到比較便宜的 白色禮服 那我們現在來打開包裹吧 好 小心喔 那這個包裹呢 在美國就轉運到Buy & Ship的 波特蘭的倉庫 然後Buy & Ship再用一個塑膠袋 把他們包起來 進回到香港 那再轉運回來台灣 所以因為經過了很長途跋涉 所以呢 就回來的時候就先讓他居家簡易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看一下禮服 到底適不適合小朋友 好 拆掉一層塑膠袋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 這樣子比較安全 好 請坐著 好 坐著 比較安全 好 坐著 比較安全 然後這個包裹啊 就是寄到Buy & Ship的 波特蘭的公司 然後再轉運回來的 我們現在來打開箱子 好 打開期待已久的包裹 這個包裹已經從1月買到現在了 有什麼呢 好 那等一下 先看一下外面袋子的標誌 因為 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梅西百貨買的 所以他會有梅西百貨的標誌在上面 懂嗎 對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一袋是什麼 因為我有忘記了 因為是從1月買到現在才回到台灣 不是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呢 這是袋子裡的第一件衣服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是什麼衣服 好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衣服 打開 好 好 你這件粉紅色 對 那這件衣服呢 價格多少已經有點忘了 然後呢 我在資訊欄上面寫上去 好 弟弟開得出來是什麼顏色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件衣服 這件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格歡呼了 他爬扯了一個 這個 這是前 前面還是後面 搞不清楚嗎 好 那你把衣服先給大家看一下 在按 後面有帶個蝴蝶結 蝴蝶結是後面 好 好啦 那是妹妹這件衣服 好 之後我們再拍試穿的樣子給大家看 那姊姊這一件的設計是什麼 對 蝴蝶結的店前有夾子 然後要把它打開 等一下喔 看一下 先不要打開 好 第三件衣服呢 是上面有獨角獸圖案的一件衣服 然後他送了一個蝴蝶結的髮夾 就很大的一個蝴蝶結 可以拿下來 然後夾在頭髮上 對 然後這個我們改天再來試穿 那這件衣服上呢 是有 獨角獸 獨角獸的圖案 耶 對 他外面有一層沙 沙 欸 所以他其實 他的圖案是印在他的沙上面的 是一層沙上面 而不是印在裡面 就有蝴蝶還有獨角獸 這也好舒服啊 對 好 這是一層沙 然後他有一些細節的設計 等我們試穿的時候再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四件衣服 那這些衣服的價格呢 我在資訊欄上面再寫 因為已經 買很久了 所以有點忘記了 而且就是在買的時候 發現還可以做現金回饋 就是有一個現金回饋的網站 之後呢 也可以告訴大家呢 自己去上網做一些註冊的動作 在買東西的時候 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現金回饋喔 那我們看一下第四件衣服 第四件衣服 需要買給妹妹的 畢業典禮的衣服 只是沒想到顏色啊 有點米黃色的感覺 可是欸 打開之後發現還好 還可以 不然又要重買了 對 那妹妹來把衣服拉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對 對 對 好 他前面的設計啊 就是 一個蝴蝶結 好 這是這件衣服的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件衣服 好 現在我們開的是 第五件衣服 好 看一下第五件衣服 是什麼樣子呢 好 好 就是很適合那個 現在 下禮拜一啊 溫度又很低的 溫度可以穿的長袖禮服 好 這是這件衣服的樣子 這件衣服 剛剛已經看了五件衣服了 那 現在還有一個 一小包 那這一小包裡面是 是什麼東西呢 一個手提包 還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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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件衣服 是一個 DKNY的小包包 然後 然後 這邊 可以打開 對 是我 就是買他們的衣服的時候 順便買一個包包來 靠賞自己 那我們現在來搶救一下我的包包 免得被拆壞了 好 我覺得他們繼續開下去 我的包包會壞掉 所以我來 我來開開 開開 好 打開看看裡面的夾層 有什麼夾層 對 好 看一下裡面 看一下裡面 對 好 好 那個手 離開 給我看 好 裡面的夾層呢 我要拍到一堆頭跟手而已 好 那裡面呢 就是有個拉鍊的 我可以來把它關起來 就是可以 有個按帶 有拉鍊的 可以把 一些 比較 就是想放在那個 有拉鍊的地方 這邊就可以 關起來 那這邊還有個袋子 可以放 放 手機板 就是可以放手機在這邊 那這邊中間 就可以放一些 你的化妝包 之類的 好 那這個是 第幾個東西呢 第六個東西 這個一箱裡的 第六個東西 是我的 DKNY小包 它真的是一個小包 有手提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肩帶的部分 好 所以它設計得很好 好 來 先放下來 背背看 小朋友 小朋友幫忙 試背一下這個袋子 那小朋友是 110公分 然後他背起來呢 就這樣 OK 好 另外一個小朋友呢 也是大概110公分 然後呢 背起來的樣子 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有個小朋友 一直想要呢 把衣服上的蝴蝶姐拿下來 帶在具體身上 好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的衣服 然後呢 有人呢 把那個很浮誇的那個蝴蝶姐已經 放在頭上了 好啦 我們今天的混亂開箱影片啊 到此結束囉 每次開箱的時候 這兩個小孩都很激動的 把我的包裹亂開 然後呢 到處亂成一團 那 等我們有空的時候啊 再 拍 拍一下那個 四川衣服 四川衣服 給大家看 看這件衣服到底 尺寸啊 還有呢 他整體的設計到底 跟他的價格 買到的價格 有沒有很 很搭配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說什麼呢 記得訂閱還有按讚 咖啡小鈴讚 掰掰